在最一期的中餐厅中 黄小明华山煎饼大侠一直在改良煎饼 刚来后的黄氏煎饼卷大葱能否收获得肯定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一开始是煎饼卷大葱和豆瓣酱自己觉得好吃 但是赵薇表示拒绝 嗯 怎么这么好吃 来 我给你吃一下 你吃货板酱 真的这么大葱 接下来又加了鸡蛋在里面 这会说卷的内容再少了 你们可以尝尝有鸡蛋的好还是有葱的好 上面的面饼太多 里面的内容有点少 于是又加了薄脆 所以人货中餐厅全员点赞 哈哈哈哈 哎呀 哎呀 你尝尝 这不很好吃 这个太好吃了 很像蛋饼 嗯 好吃 真的很好吃 真的好好吃 好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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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